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剛剛過去星期六舉行的蘇利南選區省議員補選 被視自由黨候選人Eleanor Sturkel 以超過五成得票率勝出 自由黨非常重視這場補選 可以說是2024年省選的一場前哨戰 與此同時 被視自由黨黨領馮儀幹自上任以來 無論是房屋 醫療和僻癮 治安等問題上 持續批評新民主黨省政府執政表現 今晚的政論中環 我們就來聽聽馮儀幹的表述 曾擔任蘇利王家劇警發言人Eleanor Sturkel 在日前蘇利南選區補選中 以52%的大比數勝出 保住卑斯自由黨在該選區原有議席 是給予黨領馮儀幹一份肯定 奉以幹批評賜斯新聞主黨最近才推出十億元的紙困措施不夠進取 又批评租金管制上下百分之二 短视而且会浓口反绝 不符合自由企业运作的理念 虽然有最新文调显示 过半数人依然支持公营医疗 但凤二干不否认公营与私营可以并撤 对于卑诗新闻主党党令候选人宇戴慧 凤二干指他对于可负担房屋供应的问题 提出的改革过于缓慢 至于运大会一力促成的卑诗洗黑钱言讯 凤二干就为当时执政的自由党作出澄清 此言讯专员Austin Colin名言 当年并非腐败导致出现洗黑钱的问题 服务干和尹大卫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政治人物 都曾经在今年下季到房省内的大小社区 接触支持者构思治理卑斯省的理念和未来走向 为下一届的省选报告 今晚的《正论中环》就说到这里